尽忠不解 没关系 只要你真心 真干 完全不知道 无所谓 到极乐世界就知道 他跟其他宗父一样 其他宗不解 心就有难 一定是依照清阳大师所讲的四个顺序 信 解 心 真 这是普通法文 八万四千法文 都是这样 信 解 心 真 尽忠法文不是这样 他把心给他提 你进门就教你阿弥陀佛 一些人成年 能解更好 什么人需要解呢 对今宗有怀疑需要解 因为解 帮助你 断一身心 他用一身实体 真心了 解不解 没关系 我真心 真相信 有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我念佛肯定阿弥陀佛来救我往生 就这就行了 他就决定得生 到西方极乐世界 天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自然就开悟了 所以尽忠的解形是放在极乐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 尽忠什么人需要解呢 弘法的需要解 你因为红法了 有很多人怀疑 你不把他讲清楚 讲明白 他不相信 所以这个解不是自己的问题 忘记别人 这个道理要懂阿弥陀佛 解得越深 你的信心越坚定 你的愿心越恳切 他肯定帮助你 在极乐世界提升品位 这是肯定的 如果真正把阿弥陀佛那份 搞清楚 搞明白 你对这个世界 用心不一样 为什么 全放下了 你的心情 跟自信 跟自信 全相应 到西方极乐世界 深 实报 庄严图 不是 方便图 不是 成绩图 那时的理议心不乱 跟禅宗 云心坚心 大吃大悟 同一个境界 所以 有缘分界 还是 应该学习 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 感谢观看 对我们的青春 跟我们的青春 在一些 浮沙 有极大的 云 有极大 有极大的 云 对我们的青春 有极大